大家好,我是小易 这个夏天没有被雪糕被刺 反而被小米被刺了 手上的小米手环7NFC版还没有五热火 它就出了一个小米手环7 Pro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一下新款到底有哪些升级 第一点,外观 应用眼帘的变化就是屏幕 小米手环7是长条椭圆形 而7 Pro是长方形 尺寸上7是1.62英寸 7 Pro是1.64英寸 虽然数值上差距不大 但是因为7 Pro的屏幕更宽 所以视觉上7 Pro显得更大 小米手环7是13.5克 7 Pro是31.4克 只比我的Apple Watch轻一点点 所以戴在手上还是有所感知的 其次,小米手环7 Pro的下巴比渲染图要宽不少 特别是在浅色表盘下非常非常明显 表盘方面,小米手环7 Pro内置了五款表盘 并且可以下载180多个市场表盘 之前小米手环7连接ZipLife 可以下载第三方的游戏表盘 我也希望能够赶快适配7 Pro这块方形的大屏幕 到时候应该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小游戏 偶尔打发一下时间也是一种趣味 最后,白色真的很好看 要不然官方图片也不会那么多的白色陈列图 但是,请注意 小米手环7 Pro的外框是塑料的 而像华为手环7是金属磨砂喷漆材质 我个人更喜欢金属材质 小米这个做工,远看是没什么大毛病的 近看塑料感还是有的 我只希望待时间久了,这个金色中框不会脱皮啥的 小米手环7 Pro支持快拆设计 可以搭配六种颜色的抗菌腕带 之前,无论是小米手环7的这种圆环设计 还是7 Pro的这种传统弯带 换表带都是很方便的 反观华为,虽然也是快拆 但是,需要用指甲去掰那么一下 又因为它里面特别小,特别紧 拆卸过程特别麻烦 我觉得小米这个快拆还是非常方便的 第二点,运动健康方面 小米手环7 Pro加入了GPS 在跑步等运动时,能够记录轨迹 而且可以独立使用 终于可以摆脱手机了 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 但是,会有很多粉丝 以为它能够像手表一样 带导航功能 因为手环没有地图应用的功能 因此,7 Pro只能使用指南针功能 还有就是,它不能够连接蓝牙耳机 不能像手表一样,一边跑步,一边听歌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不带手机的话 它只能够当成一个记录部署 和记录运动轨迹的一个小玩意儿 小米手环7支持120种运动模式 7 Pro支持117种 连热门的飞盘等项目都应有尽有 不过,咱也不知道为啥还少了三种 反向升级 主流运动都覆盖 所以不深游这些 7 Pro还加入了万上跑步课程 说是课程,我觉得更像是分段目标 它会阶段性地提醒你跑步的时间和速度 监督你的心率 提醒你科学提升配速 这也算是一种无形的监督 适合跑步小白使用 第三点,续航方面 小米手环7电池容量为180毫安时 7 Pro为235毫安时 虽然电池容量变大了 但是因为屏幕也更大 所以更加耗电 续航方面也有所缩短 小米手环7充满电需要两个小时 7 Pro只需要一个小时 再加上手环这个品类续航我不太担心 怎么着也比Apple Watch一天一冲要好 所以如果关闭吸屏显示的话 撑一星期应该没问题 即使是学生 独立使用也完全不在话下 第四点升级 加入了光感传感器 可以自动识别到光线来改变屏幕亮度 其他方面 7 Pro的NFC是标配 不需要加钱去选配 还有像微信支付宝支付 吸屏显示都是有的 心率、血压、睡眠、压力检测 都可以脱离手机独立设置 这方面要比华为手环7更加贴心 最后是值不值得买的问题 原价399 首发379 我看很多粉丝 能够在三次平台上 抢到300-50的券 最后优惠到手大概319 比小米手环7NFC版贵不了多少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手环 想要入手一个手环 我觉得7 Pro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GPS 还有一点就是颜值非常非常高 特别是比小米手环7 之前所有的前辈都要好看 之前的颜值都要靠表带去衬托 而我手上这款白金配色 本身就很好看 再搭配不同的表带 就更有范了 但是如果你之前已经买过老款手环 甚至还像我这种冤大头 买了7代NFC版本的话 是真没必要升级 那么你觉得这款小米手环7 Pro怎么样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你关注我的账号 我会持续更新一些 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会